书童解读 掩尸造人 列玉寇 周穆王走出王宫视察民间,穿过了西方的昆仑山,在太阳落下的地方折回来。 在路上遇见一个自称要献议给周穆王的工匠,他的名字叫掩尸。 周穆王答应接见他,问他:"你有什么才能要给我看吗?" 掩尸回答:"我做了一个东西,希望给大王看看。周穆王说:"好,明天带来给我看看吧!" 第二天,掩尸真的来了,周穆王接见他时,看见他带来一个人,这个人比掩尸矮小一些,便问掩尸:"跟你一起来的是什么人?" 掩尸回答:"这是一个假人,是我制造出来的,虽然他不是人,但是他可以像真人那样表演。 周穆王一听很好奇,仔细看着那个假人,假人的表情,走路,弯腰,仰头,等等都与真人一样。 如果摇一摇他的下巴,他便唱起歌来。 歌声不但合乎节拍也不会走音。如果搏一下他的手,他就开始跳舞,整个人很有韵律感,肢体摆动千遍万化,反正你要他做什么,他就做什么,真是不可思议。 周穆王觉得这太妙了,根本就是一个真人,于是叫他所有的妃子、侍女,一起来欣赏。 假人在大家面前表演起来,曲子一首接一首,又唱,又跳很精彩。 所有的妃子,侍女,都看得目不转睛,也被他逗得很高兴,觉得他真是有趣极了。 表演结束,假人鞠躬,谢谢大家欣赏,大家鼓掌叫好。 这时假人转动眼珠看着周穆王最宠爱的妃子,两个人四目相对,假人对他眉目全情。 这一幕大家都看见了,非常惊讶,根本没有人敢吭声,周穆王发现状况不对,居然有人敢看上他的妃子。 拍桌子大骂,指责眼狮根本是个江湖大骗子,竟敢来王公欺骗他,这个假人根本就是一个真人,否则怎么会对女人动心呢? 下令把眼狮拖出去斩了。 眼狮怕死了,立刻跪下请周穆王饶命,因为假人真的是假人,如果不相信,他可以当场把假人拆了,证明这一切。 周穆王想看眼狮还要变出什么把戏来骗他,于是命令他快拆。 眼狮立刻动手把假人完全分解,结果假人的零件真的只是一些皮革与木头,它们被用塑胶粘起来,然后再漆上白,黑,红,青,等颜色而已。 周穆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仔细观察那个假人体内的肝脏,胆,心脏,肾脏,肺脏,肺脏,大小肠,胃,还有四肢骨头,关节,筋络,皮肤,毛发,牙齿,等,都是假的没错。 如果把这些东西重新装起来,又恢复了刚才看到的样子,真的太奇怪了。 尽管不相信,周穆王还是要摘掉假人的心脏,让他不能说话,摘掉肝脏,让他不能看,摘掉肾脏,让他不能走。 当然这一来,假人再也不像真人了。 尤其紫有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